路去走 可是信耶稣之后 你应该思考的是 上帝给我这个孩子 他对这个孩子 有他自己的计划 那我们应该 不是说逼着孩子 照我们的路走 而是我们来上帝面前 寻求主啊 你到底要带这个孩子 往哪一条路走 这就是什么 价值观的改变 那以前呢 我们希望说 走出去很有面子 对不对 现在面子重不重要了 其实不重要了 因为面子是 依附于别人的称赞跟肯定 可是我们现在晓得 我不需要得到人的称赞跟肯定 我唯独要得到的是 这位永恒上帝的称赞跟肯定 所以至于这些 以前我们会在衣着上面装扮 以前会在我们的包包 我们的车子 我们的什么东西装扮 现在全部通通不需要了 好 所以这是告别救人 然后第二个呢 是舍弃自我 将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舍弃 不再以追逐自我的利益 为生活的主要目标 自我的利益放旁边 然后我们要寻求的是 上帝的心意 我们要寻求的是 和上帝心意的生活方式 所以上帝的荣耀 我们要求上帝的荣耀 所以我这样做 有荣耀上帝吗 我这样做和上帝心意吗 所以舍弃自我 那归正里的活出新人呢 活出新人就是 第一个舍旧更新 舍旧更新就是在告别旧人之后 活出一个崭新的生活模式 跟过去大不相同的模式 是可以让人看得见的不同模式 以前脾气暴躁 脾气不好 现在呢 你变成温良公俭让 是不是 以前非常小气 一块钱都打很多结 可是现在我们乐善好施 以前呢 我们总是迟到 好像早一分钟到 就会死得很惨 其实没那么严重 但是现在我们会提早到 以前是等别人 侍奉我们 现在我们会侍奉别人 以前是我们意见很多 这也贱 黑也贱 现在我们用来赞美 称赞 来超越什么 超越那一些 以前过去的批评指教 所以这个就是 告别了过去 而怎么样 展现的新的生活方式 让人看见了 看见你的不一样 其次第二个 归正里的活出新人 除了是舍旧更新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舍己向神 活出新人意味着 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 整体的价值信念 为追求上帝的荣耀 追求上帝的荣耀 请各位记住 我们的一生非常短暂 我们真的一生非常短暂 比如说我想说 转眼之间 我已经五十多岁了 我从四十岁到五十岁 好像一转眼 所以我现在很怕 眼睛再转 就六十了 再转我就见到 上帝的荣耀了 就离开世界了 那在有限的岁月里面 在有限的岁月里面 我如果不再做 不敢赶紧做 那个最重要的事 可能就来不及了 所以在有限的岁月里面 怎么样用我 谨慎下来 不多的时间 然后呢 这个利用时间 珍惜光阴 然后成就 上帝在我们 每一个人身上的 那个旨意 这个很重要 没有时间让我们 在那边自怨自爱了 没有时间让我们 左顾右盼 没有时间让我们 在缅怀过去 或者是在那个地方 批评论断 我们时间真的不多了 来 那第八十八文的 生活运用就是 一个归正的基督徒 一定与过往 有极大的不同 是自己与别人 都看得出来的 所以让我们回想一下 自己在信仰的历程中 有没有什么 重大的改变 有没有什么 重大的改变 那我们这个是 你自己才知道的 好 第二个 我们应该重视 所处的环境 环境的邪恶 经常会把我们 带回到过去的 旧人之中 所以要全力保守 自己的心 也警醒不倦 如果你现在 在你的office 假设你的office 都有很多同事 你有没有发现 你们office的同事 很喜欢做一件事 叫做团购 某一个人 想要买一个什么东西 就呼吁大家来团购 团购 对不对 其实呢 那你本来 你如果没有听到 这个消息 也就算了 可是你听到之后呢 觉得也不错 哇 团购会很便宜 其实你根本不需要这个 你根本不需要 但是因为 办公室团购 那我们就加入进去了 所以改变的时候怎么办 团购 购你们的 那我呢 内力 那个什么 深厚 不受影响 那如果我们能够不受影响 除非这件东西 这件东西 真的是我需要的 而且真的团购 比较便宜 那我就买 可是我们要去 要买不买中间 好好想想 我们是真的需要 还是假的需要 所以现在其实 我是读马克思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 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面 整个的运作法则 而商品的销售 靠的是广告 而广告的作用 就是创造需求 而那种被广告 创造出来的需求 通常是虚假的需求 因此人必须 从虚假的需求里面 去区分出 哪些是我真正的需求 所以不要被那些 绚烂的广告 来影响我们的消费行为 以前被影响 现在不要被影响 以前听到周年庆 全身起鸡皮疙瘩 要赶快去 现在听到周年庆 好像听到 那边有狗屎 那我们就赶快离他远一点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真的改变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第89问 89问就进一步讲了 什么叫做致死救人 OK 好 所以我们看198页 第89问在说明 致死救人的意义 是一种恨恶罪 为罪忧伤痛悔 并企图远离罪的生命态度 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 致死救人就是悔改 悔改所表明的就是 承认过去的一切 在上帝的眼中是错误 无论是价值信念 或是言语行动 因为在福音信息的光照下 就显出过往的错误与愚昧 然后悔改所表明的 也在于愿意对错误的现状 予以修正 愿意离弃罪恶的生命形态 并且迎向一个 以基督为中心的价值 跟生活形态 好 所以什么是致死救人 第一个就是悔改 这就是基督信仰 跟民间信仰很大的差异 你原本住在北港 拜的是妈祖 现在搬到东港 拜的是王爷 他拜王爷公 他不需要来到王爷面前悔改 说王爷公在上 请饶恕弟子 以前无知拜北港马祖 现在我再也不拜了 我要拜你东港王爷 需要吗 完全不需要 民间信仰就是这样 你住到什么地方 那个地方在拜什么神 就跟着拜 所以我们都说 逼乡 逼拜 逼乡逼拜 因为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大家拜马祖 我们就跟着拜马祖 如果突然之间 他有一天搬家搬到车程 他要拜什么 土地公 土地公在上 以前我拜马祖 后来又拜王爷 现在对不起 应该要拜你 是不是 不需要 他们完全不需要 可是只有基督教要 因为对这些民间信仰的人而言 他们是以自我为中心 在寻求自我命定的一些正向价值 包括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包括婚姻幸福 家庭美满 这样子的一个期待 所以他到任何地方去 拜那个地方的神明 盼望神明能够保佑他 可是我们在基督信仰里面 基督信仰是一个道德宗教 是一个诫命宗教 因此 所以就会在上帝的福音光照之下 看见自己 在意念上 我从前在意念上 在行动上 在价值上 在生活上是何等的得罪上帝 看见了自己的愚昧 看见自己的错误 我们就愿意改变 愿意修正 然后以一个基督为中心的价值 重新在我们生活中建立起来 所以圣经才告诉我们 若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这是很重要 所以就是 就是把过去的丢掉 那就是一种悔改 那致死救人呢 其次 致死救人就是恨恶罪 恨恶罪 恨恶罪是真正悔改的表征 表示他的悔改是真实的 他确实不愿意再回到 旧有的生活之中 恨恶罪是体贴上帝的心 上帝是至善 他跟罪恶势不两立 因此一个完全归主之人的表现 就是彻底的恨恶罪 这个恨恶罪呢 如果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表达 就是上帝看为恶的 我也看为恶 上帝认为这是不义的 我就认为这是不义的 所以不会说上帝认为是不义的 我觉得没关系 那上帝认为是好的 我却觉得这是不好的 所以你跟上帝的价值观就一致了 请记住 上帝在词条诫命里面特别强调 他是一位忌邪的上帝 忌邪的上帝 所以因此当我们恨恶罪 也必须是忌邪的 但是很可惜 很多基督徒有的时候 仍然活在罪中之乐里面 他也许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关系 可是你知道吗 一件小小的错误 小小的罪行 很可能就慢慢腐蚀我们的灵魂 所以我们有一句成语叫做 差之毫里 时之千里 差之毫里 时之千里 所以这个非常恐怖 所以也有一句成语说 莫以善小而不为 莫以恶小而为之 你不要忘了只要一颗癌细胞 它慢慢慢慢地成长 它如果不被消灭 慢慢慢慢成长成长 它就会成长到几亿个 最后我们就会因为这个癌症 最后终于丧命 可是如果在它开始之初 我们就意识到改变饮食习惯 改变生活作息 增强自己的免疫力 然后那癌细胞没多久 就被代谢掉了 新陈代谢 身上的细胞除了脑细胞之外 最多活三个礼拜 所以三个礼拜就会代谢 三个礼拜就会代谢 所以女生爱美 果酸患夫 也是三个礼拜 所以三个礼拜 你全身的细胞 除了脑细胞之外 全部会从旧的换成新的 所以这个致死救人就是恨物罪 上帝所恨的我就恨 上帝忌邪我也忌邪 所以我们就跟上帝的价值观相同 第三个就是致死罪人 就是为罪忧伤 为归正以前的罪人 在罪中并没有任何自觉 他会自我感觉良好 而且享受着罪中之乐 但是当他愿意致死救人 即展现对罪的忧伤 会懊悔自己曾经犯下的一切罪恶 好 那对罪的忧伤是自我感觉良好 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突然恰恰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 是2007年 马英九还没就任 但是马英九被认定说 是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 所以当我后来现在再来看的时候 我当时候就写了 没有归正以前的罪人 在罪恶之中并无自觉 自我感觉良好 享受罪中之乐 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 他所做的是很美好的 但是如果你愿意当你认罪悔改 突然就会觉得说 我过去一切都是错 那对罪的忧伤呢 一方面是对自我犯下的小错 有最大的敏感 不仅是为自我 更会为别人的罪而忧伤 那他会为时代 为社会 为教会而忧伤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就说那个 什么 在八福里面 有一福跟这个有关 是什么 哀痛的人有福了 哀痛 为了自己的罪而哀痛 为了时代 为了社会的罪而哀痛 哀痛 所以这个是 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 我们必须对最小的罪 有最大的敏感 然后为了一个 我竟然还会去犯这样的错 我竟然还会开这样的口 我竟然还会动这样的意念 就觉得自己实在是很糟糕 然后在这个中间 求神怜悯求神饶恕 然后我们会忧伤 所以为什么 所以为什么有人就问说 刘牧师为什么你每一年 都要禁食四十天 今年我已经第 现在已经第十七次了 从2001到2017年 很简单 只有一个理由 就是上帝 你的话 你的道 我都知道就是做不到 对不对 请问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那就跟我一起来禁食吧 对不对 就是上帝你的道 我都知道 可是我就是做不到 对不对 这是所有的基督徒 应该都会要有的一种感觉 就是我会很痛苦 很忧伤 我已经做到长老了 还做不到 做到执事 做到长老还做不到 我已经信主二十年 信主三十年 还做不到 对不对 可是其实你们可以不需要禁食 但是我要 是因为我后面还有一句 主啊你的道 我都知道就是做不到 我还得上台讲道 对不对 这是我们当牧师的人 我却还得上台讲道 那岂不是胡说八道 所以呢 真的在求上帝 真的是怜悯 真的是饶恕 真的是饶恕 然后呢 就在这个过程中 不断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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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自己的罪 为自己 所以当我们进入在灵修里面 去修炼我们的灵性 在佛教 道教是讲修行 在修行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会变得很敏感 很敏感 那很敏感之后呢 就会开始不断地改 改改 所以一段时间 一定会让人看见改变 一定会看得到 那所以你看 这个光是说悔改 然后恨恶罪 为罪忧伤 然后你就可以 不用讲太多 有一个人就是了 那个人叫做保罗 有没有 保罗真的在信主前 跟信主后 全然不一样 以前我认为 对我有益的 如今当作有损的 以前他是为了 他心目中的真理 然后努力奋斗 然后逼迫这群基督徒 突然之间他知道 他以前认为是错的 竟然是对的 他就愿意为这个对的 最后负上生命的代价 好 那第四个 我们忧伤以后要做什么 致死罪人 就是远离罪 第一个是悔改 悔改是我以前是错的 现在我知道了 我就改变了 然后我就恨恶罪 我以后要离他远一点 对 然后呢我为罪忧伤 现在呢 以后我就再也不犯了 所以真正归正之人 对于罪所采取的态度 除了是恨恶 忧伤之外 还会使自己彻底远离罪恶 绝不让罪恶的念头 言行尽身 而保持自身的洁净 所以我们做一个基督徒 是走向成圣的道路 走向成圣的道路 就不会跟这个世间 同流合污 所以我们可以像看戏一样 在看着世间的人 在那边争执 现在有的时候 像我在戏上 在要排下学期的课 看到有一些老师 在那边为这个课 争争争 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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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时候再争执不下 当然在争的过程中 一定会有 一定会有 还是会有人会让 可是呢 有些人就 要赞赢的就对了 要赞赢的 那这样子 那我就在旁边看 旁边看 反正呢 我都是等他们选完之后 没有 没有人要的课 我才去选 或者是我 像我这学期 教的是临终关怀 那这个戏只有我能上 其他的都没有人上 因为他们 其他人只能照书上 而我们有临床经验的 所以我做牧师 不是白做的 做11年牧师 有22个人死在我手里 对不对 所以每一个人 除了一两个 是车祸的以外 其实都是cancer 从开始一直到什么 化疗 然后一直到 从家里跟安宁病房 跑来跑去 然后最后终于在ICU 然后去世等等 这个是我从头跟到尾的 然后最后还要回到 还要到他们的家 做悲伤辅导 悲伤的陪伴 所以这整套的东西 所以这个呢 我们系上就没有其他老师 会去跟我抢 所以有时候你坐 你站在那边 就看着那些人在那边抢 在那边抢 然后我心里面在抢 他们都博士 每一个都PHD 哇 抢成这样 然后呢我们就是 所以你说都博士又怎样 也不一定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我们 如果我没有信耶稣呢 可能也去抢 因为这个时间 是我要的时间 不然说这个课换成哪里 因为我哪天要做什么事 所以我非得要这一天不可 哇 有时候就是为了这样 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去考虑 没有 是不会有整体的考虑 你没有想过说 我为什么要抢这门课 那个老师教 也许比我教得更好 那就让他去教吧 对不对 那如果你 如果你教会比别人更好 别人自然让你教 所以有些时候呢 我们都是自我中心 那其实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慢慢慢慢就远离这些事 那远离罪的意义呢 是不对罪恶之事 探头 好奇 也不沾染任何得罪上帝的事物 我想这个不用多说了 不要太有好奇心 不要做好奇宝宝 我们的好奇心 要放在上帝的话语 而不是放在那些属世的 罪恶之事上 所以第八十九问的生活运用就是 一个基督徒是否真的有致死罪人 表现在他对于罪的敏感跟态度 如果我们对于罪的敏感不大 或者是予以忽略 即使呢 发现了也容易原谅自己 这都是非常危险的事 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原谅自己 但是也小心 当上帝原谅我们 我们也不要随着撒旦来自我控告 这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界线怎么去拿捏呢 这个界线怎么去拿捏 如果我们能够对罪有敏感 而且为了罪向上帝认罪 我们内心会有一种深度的平安 深度的平安 好 当我们时时警醒 莫让旧人找到空隙 而再度清洗进入我们的生命 应让自己保持从主而来的洁净之身 所以我们已经是成为新人了 然后就把旧人给丢掉了 但是不要忘记 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不要让魔鬼有帮 不要让魔鬼有任何的缝隙 可以进来 所以这是我们要时时刻刻警醒的 好 这是我们所谈的八十九问 好 我们到这里告一段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下一节课我们就要进到 第九十还有九十一 好 好 好